女人拉开窗帘 眼前的一幕不禁让她后背发热 只见狭小的走廊里 密密麻麻的躺满了尸体 顿时吓得她满脸煞白 就在刚刚 黑命和其他几人 将受伤昏迷的机长带到了医院 此时的医院已经空无一人 而他们要立刻给机长的手进行手术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不过他们很快就找到了手术室 在黑命娴熟的操作下 机长的手被成功截肢 慢慢的她也开始苏醒过来 然后就在这时 那还在外面发现了一个再动的背包 当她打开拉链 竟然从里面冲出了一只老鼠 顿时把她吓了一居宁 为什么老鼠能从活下来 另一边 即使小帅检查发现 飞机的燃油在太阳变异的辐射下 已经基本完全变质 正当她和二岁发手 要去哪里寻找正常的燃油时 鼠息这里的清洁工告诉他们 她知道有一处加油站 那里的凝食储油罐被深埋在河底 因为水就是抵挡辐射的最佳屏障 所以那里的燃油应该没有被阳光污染 于是在清洁工的带领下 小帅开着油罐车 很快就来到了加油站 终于他们解决了燃油的问题 而少校这边 他带着大山和阿伟来到了北约中心 根据少校当时听到的信息 全方在一个秘密地点建立了庇护所 所以他们此行的目的 是要在这间会议室里 找到关于庇护所位置的信息 于是大山和少校开始在桌上翻找文件 而阿伟则机智了来到监控室 想要通过监控录像来查找谈话记录 就在这时少校发现了一封关于大山祖国的文件 他眼看找到了槽点 对着大山就是一阵嘲讽 爱国的大山当然忍受不了 他对着少校的小脸蛋 伸手啪啪就是两耳光 少校毛了 你居然敢删你救命恩人的耳光 对着大山就是一拳 这一下让本来就是黑帮大脑的大山彻底露了 他一个向未俯冲 直接将少校撞翻在地 两人尼玛你龙我龙 打得不可开交 但少校却突然抄起一旁的手电筒 将大山打翻在地 只见大山两眼一翻 全身抽搐不止 怕是凶多吉少了 少校瞬间慌了 他立马找到阿伟 叫他赶紧离开 而阿伟看到他脸上的伤 少校就说是在楼梯间摔倒了 毕黄称 大山已经单独返回机场 阿伟告诉少校 他已经查到了庇护所的位置 那是位于保加尼亚的一个地堡 眼看目的达成 少校再次催他赶紧离开 但这时阿伟却不小心切换了监控 他看到了正躺在会议室里的大山 少校见证 联盟关掉了显示器 然后拉着一脸惊恐的阿伟 返回了机场 面对其他人的询问 少校就开始装傻 看到失心的阿伟 这时却始终沉默不约 然而当所有人都回来后 在母亲的逼问下 良心不安的阿伟 终于说出了失心 直到真相的母亲愤怒到基点 他对着少校破口大骂 然而这时 太阳就要升起了 飞机必须立马起飞 他只能回到座位 不停的焦急的望向窗外 掩开飞机已经进入跑道 开始起飞 就在这时 一辆汽车缓缓驶来 只见车门打开 一个声音 失利的站了出来 是的 那个男人回来了 这一个男人年纪轻轻 就当上少校 而且豪车美女样样不缺 然后此时的他 却依山不枕 能为了让所有人 不齿的接下囚 因为他的荒诞行为 所有人一致同意 将他赶出飞机 不会因为这时飞机已经起飞 众人只能暂时将他关押 留给少校的时间不多了 就在刚刚 阿伟将庇护所的位置 告诉了小帅他们 那是一座水下地宝 然而可惜的是 他们只知道了地宝大概的方位 如果找不到具体位置 他们最终还是只有死路一条 不久后 阿伟将地宝计划告诉众人 飞机将在保加利亚的 一个空军基地降落 那里距离地宝15公里 在日出之前 他们只有30分钟的时间赶到地宝 则是母亲反问 如果空军基地没有车辆 那岂不是他们要步行15公里 以他儿子的身体状况 根本支撑不到庇护所 此话一出 在座的弱鸡 密码都开始慌张起来 但二岁很快就打断了他们 他告诉众人 这次逃亡计划 没有后备方案 他们已经没有任何退路 换而言之 这次逃亡不是生 就是死 当二岁离开后 母亲悄悄找到大山 他拉开衣服 告诉了大山一个秘密 原来一个月前 他为了给儿子抽钱治病 背着家人 卖掉了自己一个圣 他甚至 自己将无法在30分钟内 跑完15公里 于是他请求大山 如果他没能挺住 希望大山能将他的儿子 带到地宝 大山当然义无反顾地答应了 接着阿伟也找到了大山 他为他在北约的不作为而道歉 随之大山并没有责怪他 反而因为阿伟的坦诚 直接原谅了他 最后二岁又找到众人 再次确认了行动计划后 他询问众人 要怎么处置少校 小帅和阿伟 都认为应该直接将他抛弃 但他们都把最终决定权交给了大山 大山愣住了 他表示 很有可能他也活不过今天 他不希望自己生前的最后一件事 是宣判别人的死刑 一席话 算是间接救了少校一命 但阿伟却坚持 少校的手铐不能松开 终于飞机来到了空军基地上空 即将随即通知所有人 做好降落准备 而且命令大家 不要带上任何行李 所有人立马神色紧张 开始严正以待 因为接下来 他们就要开始与死神赛跑 这是一场与死神赛跑的逃亡 因为他们要赶在太阳升起之前 逃到15公里外的水下地堡 不过之后他们将全部死亡 幸运的是 大山和阿伟却很快找到了车辆 他们顺速带着众人 离开了车架 拯救他们无机连续去的波音747 两辆车一前一后 飞快地开往地堡方向 随之仅仅几分钟后 大山突然开始口吐白沫 闲人少少的那一下 给他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 精神恍惚下 汽车直接撞到了路边的湖南 好在众人没有大碍 但汽车就直接抛锚 无赖 他们只能赶紧下车步行 而前方的二岁他们 并不知道后车的事故 在经过一个岔路口时 他们正确地拐向了右边 很快就来到了地堡关卡 然而当他们穿过大门时 大门却开始缓缓关上 众人立马下车去阻止大门关闭 随之门上带有高压电 毫无防备的清洁工 直接被电晕过去 好在他及时松手 并没有伤到性命 这时机长按下了一旁的启动开关 大门果然再次打开 但是当他一放手 大门又再次关闭 显然这个开关 需要有人一直按着才行 可是时间一定只剩下16分钟 所有人都立马不知所措 这时少少却提出 让他来按着开关 等大山他们赶到 他再跟着一起进去 他希望这样做 能够封免他的罪别 当阿维准备帮他松开手铐时 二岁走路过来 他让其他人带着清洁工 先去找路 由他来打开少少少的手铐 很明显 谨慎的二岁并没有完全信用少少 当他打开一只手铐后 反而直接把少少 锁在了栏杆上 并把钥匙扔到了一片 他要让少少 牢笼实实地在这里等待大山他们 少少明吊到 二岁还有这一出 他立马破口大骂 而另一片 大山他们也来到了岔路口 可意识模糊的大山 却忘记了行驶不现 阴茶阳坐下 他们最终显存了左边的路口 不过他们也很快找到了地宝大门 但却不是少少所在的那一个 而此时的少少 还在焦急地等待大山他们 看在眼前通电的栏杆 离工然想到 只要站在不拒传导性的物体上 同时不触碰另一级的电线 就肯定能顺利爬过沪南 而一旁卡车上的轮台 就是最好的绝缘体 恒怪在他的示范下 果然成功地爬过了沪南 于是大家联盟效仿通过 另一边 二岁他们已经找到了地宝的入口 打开门锁后 阿伟他们抬着清洁弓 顺速进入地宝中 但二岁却提出他要去接应其他人 而此时距离日出已经只剩三分二十七秒 幸运的是 他很快就找到了大山他们 也顺利带领他们进入了庇护所 而这时 外面只剩下了暴躁的少校 他拼了命地想挣脱手铐 但都毫无效果 最后 他绝望地看着即将升起的太阳 只能悔恨地流下眼泪 结果从一开始就疲于奔灭的来人 最终还是没能逃过死亡的命运 最后的最后 二岁他们在地宝师兵的带领下 成功进入庇护所 调心地逃过了这一世界末日 但是前方的路似乎并不平坦 未来的他们 还会遇到更多的挑战 好了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斯兰 我们下期再见